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11日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 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 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 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 送货也很快 目前效果多好 下次还会购买 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 仅仅一个月 他的血糖就从7.1至6.4 他觉得效果很好 已经回购了三次 还送给朋友 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 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 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 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 也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 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 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和中共的关系仍然持续恶化 星期五连30这一天 传出美国将会痛击中国工业的消息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美国政府考虑限制入口中国大陆的智能汽车和相关零件 只要车辆和零件产地来源是中国大陆 无论在哪个国家组装都被列入管制 目的是避免中国智能汽车和零件 经由墨西哥等第三国输入美国 据了解 类似限制措施也将会适用于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被美国认定有资讯安全疑虑的国家 消息来源表示 美国官员特别担心智能汽车收集到的大量资料的安全性 所谓的智能汽车 包括电动车和其他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车辆 现在很多汽车 无论是汽油车或是电动车 都可以连接互联网 因此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另外 电动汽车也会大量收集有关驾驶员和周围环境的资讯 由于业界竞争激烈 车厂不断改良汽车的感应器和资助驾驶元件 收集的资料也越来越多 中共要求汽车公司 把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 令美国担心 限制中国智能汽车入口 被认为是美国反制中共的重要一步 也反映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恶化 最近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变得尖銳的迹象 这个月5日 美国国务院官员 和四名被港府通緝的香港人会晤 四人分别在香港民主委员会 執行总监郭凤儀 香港议会筹委员公议 香港自由委员会专员 发表善名港澳平的评论文章 气匆匆地用劣绝表现来形容今次会面 用政客来称呼美国国务院官员 就问美国官员是否要和缩小策子 蛇鼠入窝 狼狈为奸 说美国摆明和中国伪敌 威胁美国要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四名港人之一的郭凤儀 向自由亚州表示 中共官方这样的正式批评他们 和美国官员的见面比较罕见 郭凤儀说 确实今次的反应 和以往对比是不成比例的 我觉得无论美方和中方 他们之间的态度都变得更强硬 现在是大家都不断抬高姿态 美国首先高调承认和我们见面 然后中国外交部高调回应 很明显 他们有一来一往全球的情况发生 此外 由亚州沙皇之称的坎贝尔 升任美国副国务卿 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第二号人物 也显示美国对中共的警惕 对于对抗中共的重视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在近东救济工程柱设施下 发现了哈马斯隧道 并且说哈马斯武装分子 利用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总部的电力 维持其恐怖设备的运作 以色列指责近东救济工程柱和哈马斯合作 其成员参与了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襲击 在指控发生之后 以色列也凍结了近东救济工程柱的银行援助帐户 禁运援助物资并取消了税收优惠 主要捐助国暂停资助并且发起双重调查 军方邀请记者参观隧道 显示出哈马斯隧道的至少一部分 位于近东救济工程柱设施的庭院下 军方声称总部为隧道提供电力 哈马斯承认在加沙建造了几百英里的隧道 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摧毁该网络 防止哈马斯利用地道运送战士、武器和物资 当局指责哈马斯利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 并在清真寺、学校和联合国设施附近 建设了很多隧道 消息曝光后 近东救济工程柱负责人 拉扎·里尼在8日表示 机构不知道它的地下有什么 并说它曾经多次造坊该设施 但没有发现电气室 拉扎·里尼在声明中说 近东救济工程柱已经在9月 对该设施进行了定期的季度检查 而代表哈马斯的人士 在回应以色列的指控时说 以色列军队正在占领我们最大的近东救济工程柱总部 以色列空军少将巴尔较早时表示 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战争爆发 部署在黎巴嫩空域的以色列战机将由现在的几十架增加到几百架 巴尔表示 目前在黎巴嫩上空运行的几十架飞机 只是我们能力的一部分 一旦下达命令 我的目的 是令能在几分钟内 出现在黎巴嫩空域 执行所有任务的战机数量 由现在的几十架增加到几百架 巴尔表示 大规模攻击将同时针对几百个地点 包括黎巴嫩深处隐密据点 以色列国防军在较早的声明里表示 在加沙作战的士兵 现在正在北部战线进行战斗训练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北方司令部的进攻师第36师 已经在加沙地大完成了激烈的战斗行动 在此期间 该斯的士兵 極大地破坏了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能力 现在该斯正在加强 针对北方敌人的作战计划的准备 防御和进攻 我们来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开春第一日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分别前往台北市龙山寺 和保安公上香祈福 并向民众发放1元的祝福袋 赖清德表示 感謝神明保佑 令他在大选能平安順利成功 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 封调语迅 赖清德先在前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民进党立委吴佩奕 和张瓦林的陪同下 来到台北市龙山寺上香祈福 并且发放1元的祝福袋 赖清德表示 非常高兴到龙山寺上香祈福 他首先要靠借神恩 感謝龙山寺 保佑台湾国泰民安 封调语迅 同时也保佑他 在总统大选能平安順利成功 更加要感谢港大的台湾父老乡亲 特别是在场的所有好朋友鼎力支持 令他得以高票当选 中华民国台湾第16任总统 赖清德指出 未来他会和大家团结合作 令国家能够更加强盛 令人民能够更加富有 同时也能够照顾关心弱势 令社会更好、更安定、更和谐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农年行大运、新年快乐 随后赖清德并转往台北市保安公 在民进党立委王世建、民进党台北市議員 颜若芳、林亮君的陪同下 向保生大帝上香祈福 同时也在现场发放1元的祝福袋 赖清德说 很高兴到保安公参拜祈福 同时叩借神恩 感谢保生大帝的保佑 令这场选举能平安順利完成 感谢大家赐票以及支持 他才有办法高票当选总统 他要衷心祈福保生大帝、大展神通 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迅、百业兴隆 全国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参拜保安公之后 赖清德前往新北市中和区的力行福德公上香祈福 并在下午前往本命区台南市 到台南市的开台天后宫 安平观音亭 以及安平灵祭殿 上香祈福 并发放祝福袋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子成 已经被失踪超过六年 2月8日 他的妻子感和 写了一封三百多字的家书 表达了他对丈夫长达2370天的思念 感和在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你还记得吗 34年的相识相爱 承诺终生不离不弃 但是命运令我们生离死别 唯有靠信念 令我们心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家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情人节也临近了 在这样的日子 我是多么希望 你能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无论遭受任何困境 请一定要回来 我们永远等你 永远爱你 感和2月9日 乡自由亚洲说 自己和子女会勇敢坚持下去 直到高智诚回家的那一天 感和坦诚表示 驱散不走心里面的压抑 这是难过的日子 感和2009年 他是和一对子女 从中国逃亡到美国 目前定居在美国西岸 高智诚因为长期介入中国人权案件 2006年 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判处有期逃刑三年 缓期五年 高智诚出狱之后 继续被软禁 2017年8月13日 开始突然和外界失去联络 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 没有任何消息 生死未卜 6年多以来 高智诚的妻子儿女 亲朋好友 美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 都在找高智诚的下落 另外 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姓春 也盼望新年 能和丈夫见一面 罗姓春回忆说 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丁家喜 是7年前 2017年秋天 丁家喜曾到美国来看她 丁家喜入育后 她只能通过律师带口信 最后一次是去年10月 已经有4个月 没有丁家喜的消息了 依据刑期 丁家喜至少要到2032年3月 才能出育 丁家喜是中国著名的 公民运动推动者 去年4月 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而在之前 丁家喜曾经因为参与维权活动 在2013年至2016年 被囚禁 此外 著名维吾尔族经济学者 伊利哈木陶克提 目前仍然被中共当局囚禁 她的女儿 目前在美国生活的谷耳 向自由亚洲表示 如果能够有幸再和爸爸团聚 最想为她煮一餐饭 还和她说一句 你辛苦了 谷耳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是在2013年2月2日 距离现在已经有11年这么久 当时谷耳19岁 原本计划和爸爸 由北京飞往美国 但是她爸爸在机场被拦截 第二年的2014年1月15日 伊利哈木被中共当局带走 刑事拘留 并且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了爸爸 谷耳多年来 也投入倡导人权的工作 伊利哈木多次被提名 郭族洛贝尔和平奖 谷耳说 因为已经7年没有爸爸的消息 她不知道她爸爸是否还生还 伊利哈木曾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2006年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天的新闻 再会